宝宫连的状况下 如果你转向打敏人或者轻宠物 其实也是一个很多的选择 下方是选择了打敏人 看能不能击杀了 NoNo NoNo 还好 那么上方的队伍之前就是一上来 就是靠着NoNo宠物 把下方的飞掉了一个人物 要不是因为这个人物被飞 下方队伍很有可能能获胜的 好 功能出手 950 哇 这一丝血 这看来这个真的是要翻盘 主播之前说上方队伍要赢 不知道说怎么好 我只能说上方队伍你太让我 失望了 那 今天的比赛 怎么这俩队伍都让我那么失望呢 哎呀 这个动作 两圈血直接击伤 看来这个下方队伍 我没看酸奶酸战略 才是真正的独冠入门了 可惜他被飞了一个人物 那么对这个队伍来说还是有机会的 场外现在还有两个队伍 如果那两个队伍火拼 拼个两败俱伤 比如说一个人被扎了三个 另外一个人被杀光 然后再跟这个队伍打才具有明的可能性的 那只要保持现在阵笼 就是看一块看分组的情况了 这个队伍的话是手机PC互通的 那么另外的话是这个60倍经验 可以说是所有实际服里面经验最高的服务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经验最多的这个实际服务 升级最快的实际服务 天长长夜茫茫 一人盼我回 风潇潇如跳跳 为你捧后退 爱天荒地老 无怨也无悔 愿注定你和我 天生一对 天长长夜茫茫 相思把我吹 风潇潇如跳跳 伤痛无所谓 走你的海角 那么上方选手的这个 浓浓宠啊 又一只被击杀 这也意志着上方队伍基本上 可以退出这个本能比赛了 那么上方队伍不知道他还在执着什么 这个还在做最后的增档嘛 对下方队伍来说 现在还是不能说百分百强啊 只能说这个危险性比较小 天生一对 天苍苍叶茫茫茫 相思把我吹 风潇潇如跳跳 伤痛无所谓 你都你天下海角 与月涌相随 我就是传说中 天生一对 愿能终点以后 天生一对 天生一对 这个宠物的敏捷啊 可以说是相当处高啊 还有可能提高敏捷 有提高敏捷的技能 每每对方残属捷 他都是第一个出手 很可能是一只高敏捷